上一个那么好吃的可可吹片视频 不知道为啥流量不怎么样 今天接着来一个收到吊渣的咸香味淘书 给他们来挽救一下 这款真的强烈推荐 大家可以收藏做起来 过年可以接待客人送朋友都不错 主要做法也特别简单 新手一次就能成功 先猪油加糖粉混合 然后加蛋黄 然后加蛋黄泡打粉 葱花继续混匀 最后加低筋面粉 混合成没有干粉的面团 再揪出每个20到25克的剂子搓圆 我用的是25克 这个桃酥做出来是比较大的 然后中间用手指头压出一个窝 再加一点白芝麻蒸香点缀 然后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 180度烤25分钟 如果做15到20克的话 大概20分钟左右 一出炉就能闻到特别香的葱香味 然后是咸的 真的是入口即化 让你们看一下到底有多酥 一碰它就能整个成沙一样的 这下个肃子是变得来的 现在可以倒下一个肺肉